好 再來呢 我們要來看到了 剛剛講完了這個新竹啊 我們接下來來看基隆的部分 基隆怎麼了呢 基隆捷運到底要不要蓋呢 錢還搞不定呢 現在基捷的經費呢 哇 這個漲得不得了 讓大家覺得到底哪裡有問題了 藍綠現在在交火 基捷的這個經費呢 原本是425億 直接漲到了697億元 這張圖告訴大家 到底錢花到哪裡去了呢 首先呢 中央哦 514億 然後新北71 台北58億 基隆市53.86億元 那這個經費怎麼估來的呢 預估的經費啊 從2017年宣布開始是80億哦 然後基隆市負擔是0元哦 到2019年 政院決議哦 103億 當時基市負擔也是0元哦 但是到了2022年 鐵道局的會議 經費已經來到了425億 從80哦 變到425億 整個負擔呢 基隆市負擔是17.7億元 再來最近的 已經到了交通部的資料了 2023年2月7號 預估經費是679億元 然後呢 基隆市民要負擔的錢 是越來越多了耶 增加到了53.86億元耶 那這個狀況到底是秋後算帳嗎 還是怎麼樣呢 所以呢 基隆市長 謝國良就強烈的反彈啊 他說這個從頭到尾就是中央政府交通部提出的重大國家建設 這不就像基隆一樣嗎 不是應該要中央來付嗎 為什麼要基隆市民來吞下這53.86億元的分攤款 他說門都沒有 好 那既然這樣子的話 接下來怎麼辦呢 好 這個是這個基隆市長說的 他說基隆不該全部來負擔 那麼現在呢 前台北市議員羅志強說這個叫做秋後算帳啦 民進黨呢 積結殺三世 因為殺哪三世嘛 剛剛有提到啦 新北 台北跟基隆嘛 好 提高地方配合款 然後懲罰北北基 讓綠營落選 是不是真的有這麼可怕的事情呢 你覺得這算不算是這個秋後算帳呢 因為畢竟這個預算漲了這麼多 然後還要這個市民負擔那麼多 不知道我們現場 我們聊天室裡面有沒有基隆的朋友呢 你覺得合理嗎 你們願意負擔53.86億元嗎 願意的基隆市民幫我加一 不願意的覺得想要更透明的幫我減一 那麼現在前基隆市長喔 現在升官了是內政部長的林宥昌 今天早上受訪的時候表示 他說謝謝市長多多努力 讓藍營炮轟這個經費 中央應該要全額負擔吧 那現在呢 基隆原本是綠色的 現在換藍色的 是就地提高配合款嗎 這是不是秋後算帳 基隆捷運通過第一階段環評出審 但興建費用大暴增 總預算從425億暴增到697億增加64% 其中地方政府負擔額 基隆市從原先的17.17億被追加到將近54億 暴增三倍幅度高達204% 謝國狼說基隆是中央提出的重大國家建設 應由中央支出 現在要基隆買單根本像是本想買國產車 卻被逼著要買進口車 這個是鹽物料的增加17億多 土地使用成本它也增加了大概15億 地方政府也可以努力從土地開發裡面去預注經費 跟基隆溝通前 然後他就已經拿到這個資料 可能有一些誤解 出發龐大財政負擔讓基隆陷入財政黑暗期 藍球炮轟前基隆市長林又昌當了內政部長後 前後態度完全不一樣 謝市長應該多努力一點 也多去了解一下基隆捷運 我想這個不需要拜託 謝市長現在是基隆市的市長 藍球炮轟 基隆捷運地方分攤費用 選前選後差很大 難道是因為選輸了基隆 才會政府補助又看顏色分藍綠 這當然就秋後算帳 今天如果是蔡適應選贏的 他需要這麼多嗎 我猜猜可能燒一個零 說不定不要 中央提高補助 這個大消炎嘛 是突然暴增還是知情不報 我想現在高升在內政部的林又昌部長 應該要向國人說明清楚 不過你知道 但是因為選舉的考量而知情不報的話 凡事都是以選舉為優先 基隆捷運地方突然暴增的經費 到底怎麼解決 國民黨要求積結費用 應有中央全額負擔 也讓基隆逐步演變成中央地方之戰 記者 張正銘黎一璇 台北報導 那民眾怎麼想呢 金龍市民聽到之後 也覺得很不滿啊 就有民眾痛罵 這到底是修理國民黨的縣市長 還是政府根本大消炎呢 基隆人往返雙北市一直很艱難 要靠台鐵 客運 公車 或是自行騎車 開車上下班 通勤時間漫長 相當不便 中央提出要在基隆興建捷運 原本要基隆負擔17.7億元 現在變成要基隆負擔53.85億元 謝國良說 門都沒有 如果要叫我們把這個53.85億 全部都讓基隆負擔 全部都讓基隆吞下去 那真的可以說是門都沒有 真的是沒辦法 謝國良認為 由中央分配處理 基隆捷運周邊開發 才能讓基隆市不會背負沉重的建設金額負擔 如果中央覺得這些沿線的開發 對這些捷運的費用有很大的抑注 那這樣子就希望中央來負擔這些建設費用 然後中央來取得這些沿線開發的利益 我覺得這樣是一個最好的方案 民眾聽到基隆要負擔50多億元 覺得很不公平 不合理 正在修理國民黨的縣市長 民進黨執政的縣市長要什麼有什麼 不要大小眼同寶一命 都是政府的老百姓 我認為全基隆市民都應該站出來挺基隆市長 這不是藍綠政治問題 是老百姓生活的事情 你這隻鞋三杯人沒有辦法接受 謝國良呼籲基隆市並非直轄市 加上基隆捷運評估作業 都是由交通部鐵道局負責 捷運建設費用變這麼高 對地方政府來說非常沉重 期盼中央政府正是問題 不應該採取補助地方建設的方式辦理 不能讓地方政府擔下這個不合理的重擔 記者朱立榮 莊夢如 基隆採訪報導 大秘寶到底挖出什麼東西呢 新竹市立棒球場被挖出了一堆電線磚塊 廢棄屋之後呢 新竹市長高鴻安繼續來查 查哪裡呢 來看新竹的漁港的國際風箏賽場 好 這個漁港的賽場呢 我們常常也會去採訪 因為它都是大型的風箏 非常的壯觀 結果沒想到這個場地也有問題 因為有紅火以防治 發現草地裡頭也被埋了玻璃跟磚塊 這到底合不合理呢 媒體人謝寒冰 寒冰哥說其實啊 這個淨散場的土本來就是回田土 是正常的 回田土是正常 但是問題是你回田土裡面 怎麼會出現廢棄物 是否有人去倒了廢土 這一點恐怕應該要來清查吧 再來提到紅火椅的部分 他說呢 新竹市現在紅火椅列管的地方 有232處 紅火椅對台灣的生態 會造成這個浩劫 所以呢 應該要有系統 要有體整體的去查吧 那麼現在呢 時事評論員黃陽明 他就酸說 前新竹市長林志堅啊 他不是說過新竹產戲嗎 好 對於這些言論 大家有什麼好 大驚小怪的 好 網友也紛紛笑翻了 還有人留言說 這個是不是在造景 還有姑息養姦 好 我們來繼續看一下 至於呢 這個風箏賽場裡面 又發現了一些 不該在這邊的東西 包含了譬如說玻璃啊 磚塊等等的 那市長怎麼處理呢 挖出來了之後 那接下來怎麼處置 大家也想知道 高浩安也回應了 他說一定會盡快來理清 我們在巡視這個紅火椅的時候 那也發現了這一邊風箏賽場 原本應該是要給孩子們呢 就是在做這個風箏油氣的地方 那部分的區域可以看到 這個草坪呢 光凸凸 那凸凸的部分呢 我們一直去看到 卻發現裡面有相當多的一些 疑似是所謂的廢棄物 那包含一些碎瓷磚 那當然我們這部分 當然需要回去再做一下理清 因為當時呢 這個案子也是總經費 當然包含說第一期 一千一百萬 第二期三千五百萬 那後面也陸陸續續 有一些水案護體 或者是冰海水案改善的工程 那加起來也有大概八千兩百萬 這些所有的一些工程的費用 也請我們的產發出 立刻回去瞭解 把這邊整個的一個草地的情形 全部做一個盤點 那也必須要去了解說 當時這個工程它的回田附土 原本應該是要從這個漁港的南側 跟青草湖的疏郡的這個土壤來回田 那為什麼在回田的這個 我們現在目前看到土壤裡面的狀況 是有這個廢磚 或者是廢棄玻璃等等的 這些廢棄物的產生 那究竟與合約是不是合規 那或者是說呢 是後來才去做的一個 就是有其他的這個物品 放進來的這個情況 這些我們剛剛了解之後 我們都會立刻盡快來釐清 謝謝我們胖翔阿伯 再次的斗內阿伯席席字千金 你這個回答我接受 謝謝我們阿伯的斗內支持 謝謝我們小巧川也還在 我們的RMark還有我們的財旺珠 林靜安也來了 小丸子謝謝大家 那青竹棒球場到底怎麼回事 這個大祕寶不斷的爆料 讓大家覺得這個水不只深啊 到底有多深呢 日前市議員就會刊就發現了 我們之前講過的嘛 嚴重積水 然後呢草皮都長香菇了 立委林維中就點名 現任的內政部次長吳唐安 你過去呢擔任新竹市府 公務處長的時候 核定廠商的申請變更設計 植土跟紅土回田 減為320萬 排水工程變成零元 你該不該負責呢 林維中就炮轟 他認為吳唐安應該要下台 那網友也很酸啊 這個草皮長香菇就叫做 香菇的菇 姑息養姦 林志堅的姦 難不成真的要讓球員吃香菇嗎 臉書PO出背影照 富邦漢將外野手林哲宣 經歷八個月的休養 終於重回球場 他興奮地表示能夠回到場上 為家人球隊持續努力 真的很開心 復健的艱辛也是人生的一種歷練 這一波導致賽季提前報銷 時隔超過半年 新竹棒球場接連被挖出大祕寶 球場積水變蓄洪時 原來排水工程預算全被砍光 林維中直指內政部次長吳唐安 2020年在新竹市公務處長任內 核定廠商提出細部設計變更 世界棒球經典賽 睽違十年重返台中 洲際棒球場耗時半年 重新設計翻修 從草皮養護 投手球 本類版重建 到觀眾席 球員休息室升級 新增場邊安全隱形護網 可以說是媲美MLB水準的 球場 反觀赤資12億改建的新竹棒球場 早已淪為笑柄 真的是沒比較 沒傷害 因為 所以現在也不用養護了 才閒置一陣子 新竹棒球場草皮竟然長出香菇 實在誇張 畢竟想長出香菇 可不簡單 網友這開竄 根本是姑息養姦 是要給球員當瑪利歐 採香菇跳更高嗎 原來是神態園區 更不禁讓人想問到底大祕寶 還有多少 記者彭宜德 蔡平宏 新竹台網報導 我們來幫大家科普一下囉 水神跟病毒或家中的細菌作用之後 就會還原成水 不會殘留 也不會污染 如果家中有飲髮族 有兒童 有孕婦 都適用 如果您想購買的話 當然會再快點購購買 才是最划算的